走直线的光 让我们找到一个漆黑的房间 打开手电筒 你看到了什么 是不是有一道笔直的光柱 是的 那是光走路的痕迹 光是走直线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走直线的光转个弯 比如拿一个板子 挡在光前进的方向 看能不能成功 好像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板子挡出了光 但并没有让它转弯 我们换个镜子试试看 哇哦 好棒 你成功了 镜子让光线转了个弯 那让我们再试试看 光线遇到了水会怎么样 为什么光遇到了镜子和水会转弯呢 这是因为光在走路的过程中 是一直走直路的 直到它撞到了一个物体上 比如水或者镜子 看起来就像光转了个弯 下面我们一起做个有趣的实验 看看光怎么不可思议地转了弯 捉弄人的水杯 你需要准备透明玻璃杯 各种有趣的图案 水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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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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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